对全球华人来说 农历新年是个特别重要的节日 许多人都会把这一天视为 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是吉祥的好遇照 这几年来在印尼各地 也到处洋溢着热闹的气氛 包括许多商场也布置的热闹非凡 喜气洋洋 我们来看一下雅加达庆祝农历新年的 热闹气氛 春节在东南亚称为华人新年 港澳称为农历新年 即华夏传统历法 农历的元旦是全世界各地 汉族社会的传统新年 每年的春节在公历1月21日 至2月21日之间游动 而今年的1月28日 全球华人庆祝孔历2568年 农历新年的到来 从过年前一个月 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其中在雅加达北区的一家购物中心 今年举办中国城活动 一踏进里面 满眼所能看到的都是红色的年货 喜庆的气氛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今年是农历鸡年 因此到处都能看到鸡的造型 包括书法 红包纸 春莲 各种装饰品 都以鸡为主题 创办中国城展览活动的 是这位妙镇法师 妙镇法师本身喜欢中国书法 对中华文化有着很深刻的了解 他希望借由中国城展览活动 带领民众体会中华文化的魅力 对中华文化的计划 每一年都要做的,每一年都要做的,每一年都要做的。 迎接新年的到来,也有佛教团体再次举办素食义卖,鼓励更多民众一起吃素,发挥爱心。 各种素食题材让民众有多种选择,主办方在素食料理上发挥巧思,让人们觉得吃素也可以很轻松。 。 vegetarian itu adalah makanan sehat, jadi saya akan mengembangkan makanan-makanan sehat ini untuk semua orang. ini adalah saya sangat suka sekali mengadakan kulinel vegetarian ini. Jadi saya sangat gembira, karena orang mau ikut, mau ikut kulinel ini, rupa-nya banyak sekali, peminatnya mengikut. 镜头转向雅加达西区 随处可见热闹的过年装饰 七彩桃花 红艳艳的灯笼 四处洋育着喜庆年味 近年来 印尼越来越重视农历新年 街上张灯节彩 各大商场 纷纷以红色喜庆为主题布置 整个城市 大大小小的角落 都充满着节日气氛 在露天公园里 数百朵LED花灯 在夜光下亮起 传达爱的讯息 人们可以来到这里 欣赏这种梦幻的场景 这里也是在雅加达 过农历新年 不可错过的地方 arts 旅渡团 tema yang kita ambil untuk IMLEX atau Lunerno Year tahun 2017 ini adalah Spring Art and Culture Festival jadi kita mengembangkan semua tentang art dan berbentuk semuanya ke arah sebesarnya tentang lebih ke semuanya dibalut dalam balutan bentuk modern design yang sudah kita buat saat ini 欢庆别具特色的新春 走遍传统景点沾福气 参加春节活动 在雅加大城市同样精彩连连 带来最灿烂的年节气氛